自己的帽子,有自己的鍊,我有自己的鍵,有自己的褲子,我有自己的鍵 我記得剛考到滑飯的時候吧,因為我們騎摩托車上去 然後就覺得騎到學校的時候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但是我記得回來的時候我就不想去念 然後媽媽就叫我重考 然後但是因為我不想重考,我覺得重考的時間又花一年了 就是我寧可想說我就到學校去玩這樣 可是即使到現在畢業這麼久了 如果再選我覺得就是絕對完全沒有後悔過 因為他在學校尤其是哲學吧 或許我甚至於覺得幸好我有念哲學系 因為他讓我現在就是可以去思考很多 不是所謂的專業項目的思考邏輯 那最大原因是他讓我追尋到我想做我自己絕對要做的事情 那他中間有很多快樂或是很多回饋是真的給自己很多力量 讓自己慢慢變變變變變成現在這個自己的樣子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現在這個自己的樣子是我喜歡的 雖然或許他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可是還蠻酷的是真的是自己喜歡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學校影響很多是真的 這並不代表什麼他們只是一種靴頭 重要的是靠著自己不管家人雙手 我們都對於生活是不是有太多要求 要求唱著自己做的歌那種才能光榮 名牌的終究會秀蜘蛛的才能長壽 我說我穿的用到什麼我自己的 來做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